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 我是节目主持人孙昌国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政治大学 专研中东领区域的彭世刚教授 为我们来探讨 尤其中东最重要的一个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 土耳其 我们先请彭教授跟各位观众打一声招呼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彭世刚 彭教授 您是多年研究土耳其的一个专家 我们也知道最近土耳其也传出来很多 在云西土耳其里拉狂蝶 摆开这个经济不讲 我们大家都比较好奇的是 中东土耳其我们也知道它突厥人 在中国的西北部新疆有很多的 所谓我们叫做维吾尔人 其实跟土耳其人的语言 还有种族是非常 就是类似为同一民族 那教授我知道您对于土耳其非常有研究 您可不可以跟观众介绍一下土耳其这个民族 从远古到现在大概的历史 OK 谢谢孙哥 这个跟土耳其结缘已经很久了 我们小时候念的历史 对土耳其的描述也是比较片段的 那当大学开始念土耳其文之后 慢慢了解土耳其这个民族 它的结构 它的历史原格 才发现真是非常误解这个民族 那土耳其人主要 最早是在比较西伯利亚的位置 就是在蒙古还要北边一点的 耶尼赛河以及相关一些 耶尼赛河周遭的流域 不然因为气候变迁就往南迁 切到今天的新疆蒙古这一带位置 对不起 黄教授 可不可以您的手 因为您的手这样一动会挡到这个镜头 对 谢谢您 OK 好 那这个土耳其人南下之后呢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不同的朝代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接触交往 基本上呢 在比较严寒的草原 大漠地区居住的民族 最早是以游牧为生存的手段 然后游牧的话难免会碰到一些天后的异常啊什么的 所以南下跟我们这个农业的民族接触的时候 这偶尔会有一些冲突 像很多朝代的这个历史的记载 汉人跟回人的冲突 那这个地方讲到回人 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啊 回人广义的说就是在尤其在中国的北方西北方 称呼所谓的信奉的伊斯兰的回教徒叫回人 但是狭义的说呢回人里面又有各个不同的民族 包括西北系的这个突厥系的有很多什么哈萨克 乌兹别克各个少数民族当然是维吾尔最大 那这些冲突呢加上很多历朝历代的政治上的一些拓展 或军事上的冲突一些冲突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很多的记录 那简单的说 大概你刚刚讲南下的这个突厥族啊 在秦汉或者秦汉之前跟中国的接触 于是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记载 大约简单的说我们说秦汉时期的匈奴 魏晋南北朝唐朝时期的突厥 然后到了蒙古人兴起之后 这个时候的所谓突厥人呢 除了新疆以及中亚之外呢 已经扩展到了今天土耳其人居住的小亚细亚 也就是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这一带 到了明朝的时候 达旦他也是跟土耳其人呢 他是语言文化上是同一个系统的 不过呢在政治上是不同的国家 还曾经在土耳其大战 达旦的这个铁木尔大币 四十五世纪的时候 不但侵扰中国在西方 他的军事增略也很大 简而言之呢 这就是土耳其 那土耳其这个民族啊 我们一般对土耳其有不同的看法 是因为你切入的角度不同 你的视野不同 二战以后呢 我们在台湾接触到的土耳其 其实大部分是从西方媒体上得到 西方人的政治考量 西方人军事上的布局 往往我们收到的这些 非西方世界或地方是 第三世界的很多讯息呢 会有些天差 没有办法一亏全貌 土耳其也是这种情况 那在土耳其 我们一般看到的 关于东亚台湾中国 相关国家的一些讯息 也有这种情况 那我们再回到原来土耳其这个话题 我简单的说 刚刚提到土耳的时候 在我们的历史记载 他在六世纪的时候 达到一个强盛的巅峰 后来我们历史都有学到 后来就分裂为东西土耳 那东土耳后来就被北方的一个民族 辽所灭 然后这个被辽灭国之后的这个民族呢 他就慢慢的有些汗花了 就跟在中国疆域里面的其他民族就融合了 那西土耳其他就往西走 过了中央 这里面呢 我简单的说 土耳其的民族 跟蒙古民族非常的相似 他都是游牧的一个一个小部落 小家族 当遇到外伍有敌人来的时候 他可能会团结起来 那团结起来呢 他的名称往往是用一个领导者 或者是领导人物的部族名称为名称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就看历史记载 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 当谁强的时候 他的部族名号就出头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 很多很多不同的称为 不同的民族 那了解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讲 他往中亚之后 当然 622年 穆罕默德创立了回教之后 他又往欧洲 往北 往东 往西的传播路线 那这个往东的传播路线呢 就遇到了这个 当时往西迁的 西图决的这些相关民族 当 伊斯兰的势力达到巅峰的时候 他在叙利亚建立过 MRV的王朝 有不同的王朝建立 后来到了巴格达 比较偏东了 继续往东的时候 这阿拉伯又灭了波斯 又控制了波斯 好 这个强盛的一个大帝国 达到顶峰的时候 由东边来了一只 或者很多只的 非常善于游户 非常善于羊马 非常善于战斗 等军事技能的 这些屠杰系的民族 于是呢 一排几何 在这个往东进的 阿拉伯的这些市民 的阵营里面呢 就雇用了很多 当时洗牵的这些 土耳其部族的人员 一代两代之后 军事将就变成屠杰人 当你的这个国家衰弱了 因为强盛 富足 单于义乐 第二代第三代的传人 变成扶不起阿等的时候 这个时候 军事将领领导的这个势力 就会替代 原来的国家势力了 好 那这样简而言之 在这个阶段 很多西迁的 突厥部族 突厥人又建立了 大小物异 势力不同的很多 像国家 那因为 这个时候 接触的一个新的势力回教 然后他工作的 他侍奉的这些组织 国家 都是以 伊斯兰为宗教 那也免不了 有些土耳其人开始 接触伊斯兰的信仰 而这个时候 已经是莫安莫德 创立回教 伊斯兰的 两到三 四个世纪以后 那到了这个阶段 不得不提 在中亚建立的国家当中 有两个国家 一个叫卡拉罕王国 一个叫 另外一个戈吉林王国 这两个王国呢 是西近的土耳其势力 在两三个世纪以后 以国家的整体 接受伊斯兰教的 突厥国家 这两个国家 在十一世纪 分别在中亚 非常的强盛 然后他的领导者 跟所有的国民 都接受了 等于是 突厥性民族 整体信仰 开了一个整体信仰 伊斯兰的先河 这两个国家继续西进 然后我们都知道 在历史上 这个时候的小亚细亚 小亚细亚 欧亚的关系上 从 马西都王国的 亚历山大大帝 到罗马帝国 后来在东吴罗马帝国的经营 非常的长 在今天的小亚细亚 那是几股势力 不然就对峙在一起了 阿拉伯的 回教势力 刚进来的 这个 突厥系的 多数自信仰回教 还有当时 有些还是接受了佛教的 这个突厥势力 加上原先的波斯 后来 曾经很强 后来 被亚历山大大败以后 有几次的兴盛 但是都不是很长 这几股势力就纠结在一起 那因缘聚会了 到了1071年 再往西进的这个土耳其人 碰到了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 在小亚细亚东部的远征军 双方 在马拉斯基斯 这个地方一战 土耳其人胜了 于是从干燥的中亚 干旱的中亚 源源不断就有土耳其人 进入了小亚细亚 好 这个过程很长 那我把它简单收一个稳 这一段历史呢 刚才提到的 哪个部族能够领导 这个部族的名称 就会成为 这个新的集团的名称 或者 这个部族的领袖 这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名称 到了这个阶段 我简单提一下的 塞尔术地点 于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塞尔术的领袖 他呢 就带领他的部众 在今天的伊朗 还有土耳其东部的小亚细亚 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政权 然后史称塞尔术帝国 这个施行了很多的建设 甚至呢 他的官方语言就是土耳其文 跟波斯文定用 那塞尔术帝国 强盛一段时间之后 土耳其从 有历史以来 他强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非常的善战 在每次征服的战争中 国王 皇帝 领袖 会分封 这个有战机的将领 所以他的扩张的原动力很强 除了是为国王征战 自己的家族也可以分封到一块地 然后他还可以组织军队 就是产役部队 随时在听候国家的征战 所以成也在此 败也在此 到了后期的时候 在今天的小亚细亚 在今天的伊朗等 就有很多大小不一的侯国 当圣极而衰 当你的中央统治 弱化的时候 这些讲同样语言 分享同样文化的这些 各个小王国 诸侯 就慢慢地 像我们民国初年的军阀歌剧一样 就各有自己的一块地 那这个时候在土耳其 布萨 今天伊斯坦堡 东南方 大概不到一百公里之地的地区的一个民族 经过两三个 两三个领袖的传人 传到了一个叫奥斯曼的年轻人 于是他在这个混乱中 又组建了一统 天下的这个任务 因为他叫奥斯曼 所以他的帝国就叫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从1288年建立 到1923年 国际共和国建立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二三十个皇帝 这样传递下来 这就是一段简短的历史 那奥斯曼帝国可以提的呢 就在 他的势力 强大的时候 他的领域 遍及欧亚非 那这个从13世纪开始强盛 15、6世纪达到顶峰 对欧洲的经营 最早是占领了匈牙利 然后跟着临近的波兰东欧 都纳入百度 当然这些阶段的时候 也引起了欧洲基督教徒的一个不安 于是 在不同的年代 有多次的十字军东征 那朱尔帝在这个时候 俨然是欧洲最大的一个异人 最大的一个变幻 但是 朱尔帝这样子 去去回回来来去去 在东欧建立的势力 主要跟蒙古 西征的时候 在中亚西亚建立的这些 汉国一样 他对于那里的统治呢 基本上 他是治理 但是他对于当地的语言文化宗教 他不要求改变 所以今天的东欧 虽然跟土耳其 有过这一段历史的情仇 东欧的巴尔干地区 可是感觉上他们并没有非常的仇视土耳其 那希腊当时也在厄图曼帝国的版图之内 那刚刚孙哥主持人提到 土耳其跟希腊这个好像是世仇 当然这也是一个历史的 土耳其没有办法 土耳其统治希腊那么久 然后希腊到了后期 因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开始弱化 他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他不小心站左边 他就跟德国站在一起 成为战败国 于是包括英国 法国 俄国 意大利 葡萄牙 西班牙 这些欧洲的其他势力 就在谈判桌上 一块一块的 要来跟土耳其争取 这些奥斯曼帝国的旧领土 那很不幸的 希腊在这个阶段呢 因为希腊跟英国曾经 他的王室有通婚的关系 竟然就受了英国的影响 一战以后 这些谈判协约还在进行的时候 英国 法国的联军 就进来打波斯布鲁斯海军 要占领这个重要的据点 那当时的俄国 也就是苏联 刚成立的苏维埃政府 没有多少年 就从土耳其的东部打进来 也占领了几个省份 然后意大利 希腊 也联军打进来 希腊就跨一个海打进来 几乎要把这个国家忘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希腊跟土耳其的一个新仇 这两个国家不太容易出达 这里面当然很多背景 原因 刚刚提到的又是其中之一 这个时候还好凯默尔出来领导 凯默尔出来领导的新政府 跟奥斯曼的旧政府 同时存在了四年多 这四年多 各列强也跟新政府 也跟旧政府结架 后来到了 2019 2020 2021 2022这几年 洛桑的协议 各个巴黎的合汇 慢慢的解决了 于是今天的疆域就化好 土耳其就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地固 变成一个只有78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小亚细亚 占97% 欧洲的领导叫舍雷斯 占3%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型面积的一个国家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历史 真的非常非常谢谢您 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让我们观众能够得到土耳其的成长史 然后另外您提到了好几个观点 我都很有兴趣 我们继续再看请教教授 第一个教授提到 其实土耳其的源头 根据教授的说法 其实是在西伯利亚 这个是跟一般人的想法有点不一样 那他在西伯利亚 这个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 那他的历史 那是怎么样记载的 包括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历史 是怎么样去记载西伯利亚这一段历史的 其实这里 可以佐证或者溯源的资料不多 就是在土耳其各个部族 各个民族的一些神话史诗里面 都提到他是一个北方的民族 因为天气突然的转变 所以下来南方 有提到的他们就是叶尼赛河流域 跟他附近的恶尔混河吧 还有几条河 那这个历史 到目前为止要再做出很大的佐证或改变是不容易 但是呢 当他南下以后跟旁边的民族接触 比如说当他跟中国民族接触的时候 中国的文字史料就非常多了 所以刚刚主持人 孙哥您提到这个 大部分都是对于一个源头的记载 那这个记载之外呢 因为没有旁边的民族的相关的历史 记录作为佐证 那土耳其突厥这个民族下来以后呢 他大部分呢 是往水草比较丰沛的地方去延伸 对于自身民族的来源呢 当时的记载必不多 所以这是 普遍大家接受的一个说法 但是那一段时间有多惨 或者对于整个突厥历史 土耳其历史的整个源流来看的话 变成只是一个起源说 他并没有很多 对于后世的土耳其历史 文化民族的发展 起了非常关键作用的一些 重要事政或事迹 大概就是如此 当然今天来看 没有教授 第一个 那个可费请您稍微 中间一点点 谢谢您 对 是 对 然后第二个 那个我还想请问教授 那土耳其他自己现在有他的教科书吗 他是怎么样去介绍 像刚刚教授提到的 他真正他在历史上面 他有说 他的这个突厥民族 是起源于西伯利亚吗 对 对 他历史还是有简短的提到这个来源 大概他的记载 大概他们的历史就是很简短的从我 我举个高中历史 或者初中历史 国中历史来看的话 大致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源头 但是他对于某一些部族的描述 根据后人的研究 他可能多讲一点 例如说我们中国历史记载了什么 当东西突厥分裂 有提到的这个 我刚刚有跳过去的 因为讲起来就比较复杂 他提到这东西突厥分裂之后呢 这个东突厥在中国的这个 西北这个领域这个部分呢 西伯利亚下来以后就移居到新疆 就是我们所谓的金山 阿尔泰山附近 从这边后来又不断的发展 原生出我们中国历史记载的回合 回合又有九姓突厥 九姓回合 十姓回合的这些历史记载 那换句话说 当时强盛的领袖 他可能有九个儿子 九个小孩或者十个 然后又各自分支出去 然后这分支出去以后呢 又有一些 后来会有记载 当你这样子弱弱的 被其他民族并吞或者合并了之后 你的历史记载就消失了 但是当你强政统治别人的时候 你的名字就变成一个国民 又延续了这个历史记载 所以从中国的回合 那回合就跟后期的维吾尔 他有比较紧密的关系 那回合又发展 然后出来领袖又有一个叫嘎吉斯 中国历史也有记载 然后后来不断的这样发展 所以土耳其基本上是用这个架构 去建构他的历史 那当然到了欧洲以后呢 他跟欧洲的这个 这个紧密历史的纠结 谈得比较多 那凯末尔建国以后 多吉建立了一个新秩序 这部分也谈得比较多 因为这些呢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凯末尔 他建立了一个这个共 新的是亚洲第二个 是我们中华民国之后的第二个共和国的时候 他确立了议会制度 活会 然后 他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制度 这个政教分离的制度 就是今天所有伊斯兰世界的政体当中 可能是最大的一个 可否向前迈进的一个 我们讲原因也好 或者是阻碍也好 我们看大部分的阿拉伯世界国家 他的宗教跟政治是结合的 还有国家用的是伊斯兰法 伊斯兰法并不是不好 但是在一个国家体制里面 有些国家是宪法 伊斯兰法并用 使用的领域不同 那另外呢 就是凯末尔在土耳其人的这个语言历史上 造力很深 刚刚没有提到的 在这么冗长的背景当中 这个国家的语言跟文字是怎么样呢 我想太繁琐的 过去的背景不大 刚刚讲的奥斯曼帝国 他建立在波斯 阿拉伯的传统回教的民族中间 然后他又有自己的语言 哎呀这个奥斯曼文真是复杂到不得了 在这个世界上无一例外的 只要是信奉了伊斯兰回教的 就会逐渐的改变 用阿拉伯文的字母去拼写自己的语言 所以土耳其人就用奥斯曼帝国的时候 就慢慢的改用了阿拉伯文字母 回教的经典很多是阿拉伯文 于是大量的阅读呢 这些阿拉伯文的单字 语法 一些习惯用语也静见的变成外来语 进入了奥斯曼人使用的土耳其文当中 那还有早期伊斯兰在发展的时候 波斯人 就是今天 塔奇克 伊朗 阿富汗 这三个地区的人 他们有很 很丰富的文明 他们在伊斯兰的文化领域上 宗教领域上 也有著苏利所建立的一些东西 那赛尔柱帝国曾经建立在今天伊朗的领土上 因为这个因缘 还有宗教上的因缘 奥斯曼文里面 奥斯曼人使用的土耳其文里面 也充斥着波斯体系的语法跟单字 所以他就混杂着 一个非常奇怪的语言 非常难学 好 这个造成了当时奥斯曼帝国后期 市制率偏低 教育无法补及 所以凯末尔改革 废除 改用29个字母 英文的26 减掉三个 加上六个 改造六个新的 那这个让土耳其的市制率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市制率以及教育的水平都提高了 市制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那他这些贡献建立了现代土耳其的基础 那不得不提的是 当他国家强盛的时候 17、18世纪 这个法国的民主思潮 那当时对于很多 从奥斯曼帝国流欧的 年轻人产生了冲击 很多年轻人就放了 追求这个新的民主思想 然后带来了很多欧洲的 科技也好 新的科学也好 或者是这些包括民主 社会 政治上的这些新思维也好 所以也间接地促成了在奥斯曼帝国 中后期的好几次的大改革 甚至几乎类似政变的这些改变 这些势力结合 当然了我们提到这些 奥斯曼帝国他从一个很 非常皇权的这个帝国内部开始慢慢转变的时候 那刚刚讲的这些民族主义民族独立的这些思潮 也就是在奥斯曼帝国盛极而衰的时候 他统治的这个民族纷纷要起来独立 于是造成了很纷扰的奥斯曼帝国的后期的历史 那刚刚讲的 最惨的就是一战的时候就加入了战拜 这是非常痛苦的 我记得在我求学的时候 我是念历史系 也有碰到经济危机石油危机 哇石油价格高涨 当然现在已经超过一百年 我的指导教授以及他的一些同学 不同历史系学门的教授常常很感态说 哎呀今天加了一个名字真是贵到不行 想一想伊拉克的北部的莫尔索尔游艇 想一想今天亚塞拜兰巴库 首府巴库附近的游艇 哎呀才在战后从我们手上离去还不到一百年 所以这个这是让人很感慨 那我在土耳其的时候 因为工商发展还没那么发达 土耳其东南部有采油 当时可以占土耳其使用量的三分之一 会接触过一些在碳油的家族 他们说哎呀我们挖油真辛苦 我们挖那个砖油井要碳到两千多公尺深 如果说我们这里跟伊拉克的跟海湾这些国家在地底下 他的油油卖油矿是连在一起的话 我真希望是连在一起 那我挖那么深啊他们的油就流过来了 当然现在土耳其的产油啊随着工商的发展 他占外面的占他使用的领域很低 不过从这一段历史 我想各位乐听大众或孙歌应该可以了解 有这么样一个背景的民族 他处理事情的态度方法 绝对是非常灵活的 所以土耳其不采油 但他知道他的重要性 所以他在20年前跟伊拉克达成协议了 欧洲使用石油的国家 要绕到苏伊士运河去那里挨油 干脆几千公里你就铺个油管 到我土耳其南部吧 那所以呢欧洲呢 很多国家就从地中海过来就可以挨油 运费也省什么都省 所以呢那土耳其自己跟伊拉克买的油呢 水管一开 油管一开油就来了 完全没运费啊 所以他很弹性的在使用这些东西 这个也跟有时候跟一些朋友 或者学生分享的时候 我这边算作不跳蹄的 好 朋友说我想请问您啊 因为我们刚开始在这个采访您之前 我有跟您先沟空啊 您提到一个重要的一个很也很有趣的 就是说 好请说 中文啊可以说是寄述土耳其历史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参考媒介 您可不可以稍微着重说一下这个事情 好 我先谈一下这一段 欧洲人开始发掘这个中亚啦 这些草原上的民族的时候就开始研究 但是起步的很晚 好到了十八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代表人物 好 因为俄国后来经营了西伯利亚 又逐渐的并吞了在中亚的这些 土耳其民族包括什么哈萨克啦 就是在苏联时期的所谓这些加盟共和国 好为什么先提这个呢 这个就跟孙哥提的这个状况有一个先导性的指标 那当时有一个威廉·巴托特 他写了几本书 他就到中亚研究 这个中亚的死地人文 然后就接触了土耳其民族 这些部族 我记得他有一个中亚图局史料12讲的这本书 大陆有中文翻译 然后他开宗民意在续言就讲了 接触了以及研究了这些土耳其系统的民族之后 发觉非常的困难 他说即以史料为例 一个好的研究者要了解 除了土耳其文要学习之外 必须学习中文 因为早期的史料 只有存在中国的历史记载当中 然后刚刚的一个背景 土耳其人往西走了以后 接触了阿拉伯人 接触了波斯人 最早期的很多历史呢 是在阿拉伯文跟波斯文的官方文书 以及一些诗人记载 或者一些旅行家建文录里面 这三大非常困难的语言 已经你要把它学透 你才可以研究它的历史 那刚刚讲欧洲早期开始动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大航海时代开始的时候 然后慢慢的取代思路 那在陆路上进行研究的呢 有很多北欧的学者 波兰的学者 德国的学者 法国的学者 他们留下来的著作是各自语言的 然后他说几个有有重要记载的欧洲语言也要学习 然后他很感慨说 当我把这些语言学习透彻之后 我大概也退休了 所以这个非常有趣的确 因为在土耳其我读的首都的安卡拉大学 文史地学院的历史系非常的庞大 但是历史系呢 只要对于中世纪以前历史的研究 都非常鼓励他的学生 去大陆或者来台湾学中文 因为史料只有中文以后 很有趣 这一点非常的特别 一个国家 但他有没有文字呢 有 刚刚讲到最强盛的时候 六七世纪的时候 后来呢 就是在叶尼赛 在鄂尔浑河 附近呢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碑 石碑 这个就沿袭了中国人 古代历朝历代的一个历史 一段强盛的过往 或者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征战之后 国王会立一个碑 刻一些文字 做一些记者 记念这一段光荣的历史 这碑问里面呢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毕加可汉 毕加可汉 毕加汉的碑 一个是Q提琴 确特起可汉的碑 那这个碑文啊 在十九世纪末年 大概是一八九级 像是丹麦还是瑞典的学者 汤姆森 在发现了一段时间以后 解读成功 他这个文字现在全世界 包括土耳其没有人认得 他解读成功 但解读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时的碑文 就是当时他们用的文字之外 他有的是四面三面 有一面是中文 有一面是汉文 所以他就根据他的意义对照 解读成功 这个是目前历史上有记载的 了解的时候 所以土耳其人把它叫做 这个欧汉 欧混 恶魂 悲文的这个语言 那这是一个已经 尘封在历史里面的语言 那后期的语言发展 外来词特别多啊 跟日文一样 彭教授 那个对不起 打错了一下 我想要请问您刚刚讲的 非常非常的这个全面 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凝聚 刚有一个观念您提到 就是说从他西迁的过程中 吸收了重要的宗教元素 从阿拉伯人那边学到 也从也吸收了这个 古代非常辉煌的波斯文明 那波斯文明也变成了这个土耳其文化里面重要的 影响土耳其文化语言的重要的因素 那我就在想 想请问教授 就是说那现在 在这样子这么久远的这个发展以后 那这个土耳其文的这个文本 还有他书写的方法 那个到底跟现在在新疆的维吾尔人的差距是什么样子 好 这很有意思了 这个 当全面伊斯兰话之后 维吾尔人 他用的维吾尔文 也是用阿拉伯文字的评写 好 但他有个差别 就是突厥系的呢 这些他的各民族语言呢 他就是四套母音 八个 四组 总共八个母音 都没有变 但是他开始用阿拉伯文的时候 阿拉伯文是有一个麻烦 他初学者会标母音 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呢 阿拉伯文字写出来只有子音没有母音 但是你读熟了 你知道母音怎么写 好 那这一套系统当突厥系的 不管是席签的 这些奥斯曼人或者维吾尔人 他在使用的时候 发觉不方便 于是 他就把母音写上去 这就是一个差别 好 那今天的维吾尔文 这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大陆统治的时候呢 就49年以后 曾经有短暂的要求他们拉电话 但是也没有很成功 他的差异在哪里 第一个我们讲他的文字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土耳其凯末尔的时候 拉丁话 那拉丁话的 重要原因呢 就是学习使用便利 但是凯末尔是第一个拉丁话的人吗 不 当 一战之前 从整个今天新疆的维吾尔 一直到土耳其 到了东欧这些 讲土耳其文的民族就发现了 我们讲的都是方言 我 以我的印象 以我的接触 目前 土耳其人 他如果去亚赛拜 百分之百全通 他去哈萨克 或者他去新疆 他去中亚乌兹别克 他会觉得听他们的话听起来似曾相似 里面有个别的单字很像 但是呢 学习得很快 几个月就适应了 我们这样子说 这个时代的时候 你们是那样子说 他今天的关系是这样 所以 完全可以通了 一比例有不同 就像 我记得有一次 台湾有一个记者去亚赛拜兰采访 他播出来的时候 完了总统说的话 我完全可以听得懂 接近 但是今天的维吾尔呢 会有差距 这差距我简单的说有几个 第一个呢 比如说某一个名词 以前是这样用 那土耳其接触了西方人 现在用的外来词 不用那个旧字 这样了解吗 中间就有差异 可是呢 土耳其人听得懂 那些人也听得懂 所以彼此可以沟通 那还有有一些 单字上面的一些状况 因为各自发展 受到旁边邻居的影响 有的慢慢淡化 不用这个 但是基本上 他的文法 他的语言的调性 是同一个架构 所以沟通很容易 我举个例子 四九年之后呢 有两三千新疆人 就避难到了台湾 包括什么 后来很有名 红约案的那个 阿卜杜拉利尾 但是同时有两三万 新疆的人士 逃到巴西斯坦 或者间接逃到土耳其 到土耳其的呢 他的语言 他的宗教呢 跟他的家乡没有差 那这些到了新疆的 到了台湾的 就好像到了国外 他重新适应 但是我发觉 维吾尔文里面 跟今天的土耳其文 因为距离很远 是有一点点差距 可是沟通呢 我这样讲好了 荷兰话 这个口音很重 他可能到了云南 都有一个南志 哇刚开始很难沟通 那两三个月以后 他习惯了 我们这样讲 原来你那样讲 我改个音 你就懂 这个状况就跟 图决系统 这些各部族民族中间的语言 状况非常的相似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这个教授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为我们观众提供了一个 一个可以说浓缩的 土耳其的历史 而且跟文化 我们期待 下次教授有时间的话 再跟我们多介绍 这个土耳其 这个土耳其民族 也实在是非常非常独特 这个从西伯利亚发基 然后一直到最远的时候 到欧洲基 可以说上万公里 上万公里的长征 所以跟我们中原的民族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兄弟 远房不同族的兄弟 不同姓的兄弟 很有意思 很多想法也跟我们一样 今天也谢谢孙哥 给我这个机会 能跟我们的频道中来分享 谢谢 好 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观众的 谢谢观众的